餐點出的去 然後錢進不來 蜜蜂發大財 餐點出的去 然後錢進不來 蜜蜂發大財 這一位可不是要效法韓國瑜選工的市長 而是新加坡美食外送平台 陳時蜜蜂 最近爆出基欠店家款項的風波 目前全台至少有180個店家受害 讓店家非常生氣 我現在目前是都不接 陳時蜜蜂的訂單 因為他們一點都不誠實 從2月的時候開始就一直欠款 對 然後目前到現在4月的時候 我大概是被欠3萬多塊 這一位老闆也是陳時蜜蜂外送平台受害的苦主之一 他在台北市經營肉骨茶店才剛滿兩年 他當時看到不少店家 靠著外送平台增加收入 才加入陳時蜜蜂外送平台 他的肉骨茶在平台上賣120元 陳時蜜蜂卻要求抽成32% 讓他實收只剩下約80元左右 即使做次的利潤約在4成左右 但是他為了想把店家打出知名度 想增加更多客群 才加入陳時蜜蜂 沒想到卻遇到被平台欠款的事 趴數比較高 我就覺得他們應該要誠實一點 該付錢就是要付錢 對啊 這都合理啊 你就像打7折我也甘願讓你打7折 但是你錢要給我 他在今年2月開始就被陳時蜜蜂欠款 4月底還有聯合其他店家一起去總部要錢 結果 4月29號的時候我們有25個店家 有去蜜蜂的總部 然後跟他們要錢 可能就是需要他們給我們一個說法 給我們一個期限把貨款給我們店家 對 但是他們的回復就是盡量處理給我們 但是不能壓時間也不能開票給我們 幾個店家還為此成立一個群組 結果陳時蜜蜂專門欠小店家 對較大的店家則是沒有欠款 對 那像他比較大的公司 我們自己據我們所查的 可能像21世紀或家樂福 他們就沒有欠款 對 他就只欠我們這些一般的小店家 就是我覺得他們有點敷衍啦 然後我覺得他們那個處理的態度也有點 有點驕傲 就是他們覺得給我的感覺 他們的態度覺得無所謂 目前加入群組的受害店家 共有180家左右 北中南都有店家受害 是有成立一個那個LINE的群組啦 他是大家共同成立的 那目前就是人數一直持續在增加 那現在已經是到180家左右 然後是從台北新北到台中高雄桃園新竹 都有店家被欠款 目前所知 有店家最高被欠款20多萬元 估計所有欠款 至少300萬元以上 已經就是新聞一直在報這件事情了 他為什麼還可以繼續在營運 繼續在收錢 繼續在賺錢 就是沒有一個政府單位 可以出來做一個制止的動作 欸 這我嗎 你們都看得到嗎 好像都看不到對不對 欸 你們要註冊喔 不然就看不到囉 看不到喔 想罵我也看不到囉 萬能是女家人 想要看嗎 想要罵我嗎 想要留言罵我嗎 想要留言又看又罵我嗎 來註冊吧 趕快喔 不然就看不到 要罵我現在不用喔 快點喔 加入好朋友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 就你無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限時免費 快來註冊蘋果新聞網 想要來註冊 又要把 跟往 收到 來註冊 來註冊 焦